苗栗县大湖乡新开村昨天发生山林大火 10名锦衣销人员在灭火过程当中吸入太多的一氧化碳 造成身体不适紧急送医还好没有大碍 不过火警现场堆满了枯树 直到今天上午还在持续延烧超过20个小时 苗栗县消防局就请来空勤直升机支援进行洒水作业 希望可以尽快扑灭火石 空勤总队直升机下方吊挂水袋 从鲤鱼潭水库装满水之后 直接飞往临近火灾肆虐的山林地 进行空中洒水作业 截至上午7点到9点期间 总共执行27次 至少压制了明火阻止火势扩散 空勤直升机空中洒水的工作 因为气场环境 平常动作比较高 风冷救灾比较危险 这起山林火警已经延烧超过20个小时 苗栗县消防局指出 4号下午原本出动消防队前往灭火 可是因为起火点位于山谷 周遭布满了树枝和杂草 火蛇在风势的助长下迅速蔓延 加上风势转变 浓烟刚好朝打火弟兄迎面袭来 导致9名警霄和1名一霄 吸入过多氧化碳送医救治 那整个风势将整个热烟 往我们同仁脸上这样吹 死未同仁 吸入了一些高温的气体 还好送医的警一霄 经过治疗之后没有大碍 已经返家休息 不过火警地点堆放的木材 长达两三年以上 延烧已经超过20个小时 详细数量难以估计 必须等到降温之后 才能够进一步扑灭 后续将约坛地主调查 起火原因 借张新杰苗栗报道 张新杰苗栗报道 曲张新杰苗栗报道